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佳開啟鈴鐺 讓新片可以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頂頂廣告 我們先來講講樓市消息 最近市場衝憬下星期三 那份施政報告有望公佈減納或撤納措施 中原和利家閣急不及待 為二手買賣雙方制定了一份買賣備忘 這份文章也寫明是subject to contract 玩法是買賣雙方簽了一份臨時買賣合約 條款都寫好了 價錢、成交日期都寫好了 但就不低於日期 內容提到 如果施政報告有撤銷或下調買家印花稅 甚至額外印花稅或AVD重駕印花稅 選項有三個框框 買賣雙方可以選擇一項甚至乎多項 但沒有提及到究竟減納的幅度 如果施政報告公佈的選項是對的 這份臨時買賣合約才生效 經紀可以在公佈後填上合約的生效日期和成交日期 之後就不需要再理會買賣雙方 直接安排將文件和訂金送上指定的律師樓 如果施政報告沒有公佈減納或撤納 或與你所剔的選項不符合 代理可以將臨時買賣合後銷毀 而退回訂金給買家 大家從此覺不追究 文件亦提到 買賣雙方確認已經諮詢了法律意見 買賣雙方仍然決定簽署這份備忘和這份臨約 所有上述相關事宜的法律責任一概與經紀無關 施永青就說主要都是客人提出 類似的附加條款 其實在其他買賣合約都出現過 只是附加的內容不同 廖偉強老實點 他說這份文件是昨天才交給前線代理 一來保障買家的利益 業主不可以在公佈減納後反口 而公司也不可以在以代幣 等政府公佈才做生意 這份文件應該是公司法律部鬥出來的 但大家要留意其實是一份期權的對賭 如果這樣都覺得沒問題 其實代理是可以開個盤口出來的 將來可能大行其道 將層樓當期貨 簽了臨時買賣合約 又用回這些條款 裏面只是改一些東西 譬如你選一半年或一年後 如果樓價指數在160以上 買家就決定買 如果160以下就決定取消 大家當沒玩過 就收少少誠意金 如果那份subject to contract說得通 即是這樣都沒問題 將來開幾條財路都可以 地監局接受多個媒體的查詢 最後在網站公佈 他說這個行徑不妥當 容易引起法律爭拗 並且會引起物業市場混亂 局方正研究使用有關備忘 是否違反監管局的指引 並會採取跟進行動 而美聯也就查詢作出回應 他說公司早前都有類似構思 但諮詢過法律價意見後 認為買賣雙方簽署備忘錄 是有機會涉及門稅 而被稅局追收差價 甚至有機會涉及刑事成份 如果減納樓價飆升 業主亦有機會以不同理由不交易 最終或涉及法律程序 所以公司不作任何決定 另外根據最新消息 新的一份施政報告 將會提出將百間資助大學 非本地生學額由目前的20% 增加一倍到40% 以現時每年15,000個資助學額計算 即是由3,000人增加至6,000人 這項建議似乎是想利用香港的教育 吸引多些人才 但相信都是想用來刺激樓市 這些非本地生學額都不用問 大部分都是大陸生 換言之內地生搶租盤的情況 只會更加劇烈 可能想利用這個趨勢 配合減納 吸引投資者回來 買樓高價租給學生 如果這件事落實了 即是本地大學的學額將會減少 如果大家有小朋友 就自己想清楚 要不要回大灣區升學 另外今日明報頭條報道 政府為了促進樓市交投 政界預料施政報告除了會減納之外 當局還會延長包括居屋的資助房屋 按揭貸付的保證期 以促進交投量 早前有多個政黨和團體提出 出張按揭的擔保期 由現在的30年 現長至60年 有消息人士透露房屋局 對現長年期持開放和正面態度 現在正與銀行商討 有現時的30年保證期 現遲到40年甚至50年 這對未保地價居屋 或資助房屋的業主很重要 因為過了30年擔保期之後 這類房屋是借不到MC 首期是要比私樓多 是要比三成 反而私樓可以借到九成 令到這類房屋 樓齡接近30年就會開始一路一路減值 另外中國政府為了支撐現時積弱的股市 早前已經調低股票印花稅 之後又有匯金增持四大各有銀行股份 而中正監在日前也宣布收緊借貨沽空的要求 以及限制上市公司外借股份 變相防止投資者造淡A股 在借貨沽空方面 當局將孖展融資的保證金比例 由最少50%調升至80% 而私母基金需要繳付的保證金比例 更加上調至100% 新要求將會根據30日實施 在外借股份方面禁止上市公司管理層 透過參與戰略配售而借出股票 亦會適度限制戰略投資者 在上市初期外借股票方式和比例 有分析認為政策對A股提振作用不大 獨立股評人王偉康表示 入市信心不足夠 外資透過陸股通、深戶股通 繼續作拋售 他們這些不是借貨 是實際上沽售股票 反而當局這樣做 帶來的真正壓力更加明顯 另外南韓金融監督院表示 兩家香港投資銀行進行無貨沽空 涉及金額達560億韓元 這樣可能會招致破紀錄罰款 根據南韓經濟部報導 這兩家投行分別是匯豐和發霸 今次將會是金融監督院首次確認有投行 故意無貨沽空 先前大多數案例都是來自對沖基金 他們表示有投行在2021年9月到2022年5月期間 下令無貨沽空101隻韓股 今晚400億韓元 據聞這家銀行是發霸 另一家投行說在2021年8月到12月間 進行了160億韓元沽空 包括三星旗下的9家上市公司 消息人士說這家是匯豐 另外在內地網絡上星期有一件頗為關注的事 幾個星期前出版的《崇禎勤政的亡國軍》一書 在10月16日突然被下架 表面理由是因為印刷問題 但有分析就懷疑與封面簡介有關 簡介就這樣寫 分招連連 步步錯 越是勤政越亡國 引起對當今聖上聯想有關 內容就說崇禎皇帝被指一生粗勞 日以繼批越奏章 故此有勤政之評 但在1644年 李智成功入北京中半親來的崇禎 要走到北京梅山吊頸 本書的作者是名史學家 曾任職中央民族學院 歷史系主任陳悟彤 本書指出 作者會從財政、黨爭、軍事、用人等角度 帶領讀者看黨崇禎皇帝如何分招跌出 走上亡國之路 本書又說到崇禎皇帝 須有忠興之志 但自大才疏 缺乏自覺能力 他剛愧自用 以由多而善變 急功近利 以憂憂寡斷 他極為虛榮 只顧自己的顏面和尊嚴 缺乏擔當精神患德患失 屢屢錯失延患 中央社報道指微博討論這件事 有網友留言比較隱悔 有人怕了 心虛了 又有人說兩天前才稱讚這封面 越講越似 我懷疑你在釣魚 現在被舉報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 like和share 開啟鐘 方便的話 或者鼎鼎廣告